TVBS少康戰情室 今天我們就在等 柯文哲的激壓庭裁定 到底激壓還是不激壓 因為這是很重大的一個政治新聞 所以我們今天做現場節目 平常我們是下午錄 為什麼要錄 方便打字幕 我們現場做節目就不能打字幕 本來上午9點半說要開庭 所以我們今天做現場節目 我本來以為是有9點半開庭的話 中午就有結果了 後來9點半開是程序庭 到下午2點才開激壓庭 所以大概到5點多 法官的這個正式的裁決出來 柯P要受壓禁見 為什麼 法官當然主要有講三個理由 我們先看一下狀況 二戰激壓庭結果逆轉 原本裁定吳寶請回 柯文哲變成激壓禁見 被上銬帶上囚車 送往台北看守所 北院預知激壓理由 認為柯文哲明知道 超過560%的容積率 給金華城一案 已經違反法令 卻還是急於通過 以致神慶金或佈法利益200多億 涉嫌貪污圖利 屬於最親本刑 5年以上有其徒刑重罪 而且有滅證及勾串共犯或證人之餘 而這回二度面對激壓庭 新衛高院認定 他積極介入金華城案 決議發回根裁 陳生法官為了保障柯文哲的防禦 以第一次積壓庭卷宗內容審理 但這回沒辦法自行離開法院 柯文哲在早上9點多來到台北地方法院 跟律師一起月券大約半個小時完成 而就在下午兩點鐘第二次的積壓庭也正式展開 第一次積壓庭 北院認為柯文哲不是北市都委會與會人員 無法直接知識開會情形 自身也沒有相關專業 檢察官所提示證還有其他合理解釋空間 犯罪嫌疑不重大物包請回 但高院認為 依照彭政生 朱雅虎以及邵秀沛等人證詞 朱雅虎與應小微對話紀錄 柯文哲被扣的隨身物品記載內容 在參著朱雅虎受僱審慶金的目的 審慶金行賄 應小微 犯罪 嫌疑重大等等 因此任令柯文哲有積極介入金華城案的客觀事實 二次積壓庭法官認為柯文哲 確實涉案情結重大裁定積壓 不過台北地院二號裁定柯文哲無包請回 就是認定他涉案證據不足 北檢動作頻頻似乎就是要力拼羈押柯文哲 但呂正業法官採用救世證作法引發討論 但無論是依據哪些內容來審理 柯文哲依然進了看守所 好 那麼這幾天高潮跌起了 第一天第一次的地方法院 法官認為柯文哲不知道沒有參與 而且不學這個東西 所以就判柯文哲無保回去了 高院也有不同的看法 高院認為柯文哲有積極參與金華城的案子 所以要發回地院再給我查 今天地院把它壓起來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說 圖利小審200億 200億 法官已經把容積率從392變成560 560變800次 一共200億 他每挑一個階段增加100億都算進去了 就是說就算是監察院糾正你 你也可以像郝龍斌一樣 就是給他392 你還是給他560了 你還是圖利他 所以第一個圖利200億 第二個 不只是圖利 也可能行賄 也可能行賄 但是現在還沒有積極證據 但是證據是浮動的 隨時就可能有新證據出來 第三個 篡共 就是說怕 因為這個事情影響太大 利益太大 怕篡共 所以因為基於這三個流 把柯文哲說要壓起來 來 洪文哲怎麼看 對啊 因為今天事實上真的是 很多人都一直走在網路前面 或者是電視機前面看最後的結果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想應該是陳水扁 被當年第一家庭被查貪污之後 在國內政壇史上一個 我覺得是最大的 當然鄭文燦 鄭文燦因為是民進黨的部分 他當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但是因為現在柯文哲曾經做過總統候選人 然後他現在又是民眾黨的主席 那當然洞見觀瞻 那我覺得這個案子 給我們一個感覺 就是說因為在9月2號的凌晨 當時柯文哲是無保請回 然後今天就被收押禁見 那我覺得其實這顯示出 其實法官的權力真的非常大 不同的法官不同的新證 也就是在壓你跟放你之間 也就是存乎法官的一念之間 因為這次法官的這個積壓庭 他前面就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事後的 他是根據上一次積壓庭 檢方所掌握的證據 他去判定他要不要積壓他 也就是後來你那證據他是不採用的 所以在同樣的市政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法官其實做出截然不同的一個判決 那當時就是9月2號凌晨放他的法官 基本上第一個他就說 他知道這是一個犯法的行為 但是柯文哲他沒有翻譯 第一個他並不曉得 他並不曉得這件事情 然後他也沒有積極在參與這件事情 因為這是都委會做成的決議 所以這兩個論述呢 使得在前面的法官 也就是說這個叫做北檢劉德華 就是讓他無罪請回了 但是呢今天這個法官 當然因為之前大家都覺得這個吳政華 呂政華對不對 那說因為他自己說 曾經自成在法律上說 我就是綠色的法官 所以大家就認為說 哇這一庭恐怕更為兇多吉少 那果不其然這個法官就激壓他了 這個他有三點理由 這一點理由我剛剛就講說 法官的心證都是完全不一樣 前面的法官認為呢 柯文哲雖然知道 把容積率提高 這是犯罪行為 但是呢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他也沒有積極參與 可是這個法官 第一個開宗民意他就講什麼呢 他說他明知道 明知道這個是犯刑 他還執意為之 意思就是說你知道喔 你知道這是犯罪行為喔 你還執意為之 你就想想看 前後兩個法官 心證有多麼大的不同 那第二個就是法官 今天的法官事實上也告訴你 就是如同剛才趙大哥所講的 他認為這個案呢 我現在是用圖利罪 用圖利罪來激壓你 可是不代表你沒有賄賂的問題喔 因為他現在是用那個 因為他沒有辦法找 可能這個檢察官 並沒有找到這個金流的問題 所以我用圖利罪來激壓你 可是呢法官意思說 他有可能是有賄賂行為啊 所以呢 他可能就是未來還會 這個整個的 他說這個偵查是浮動的 那甚至他認為說 你呢可能搞不好 你倒是會翻購 或者呢你可能會有勾串的問題 所以呢我要激壓你 那另外一個他就講到說 為什麼不聚保 其實他還可以去選擇嘛 就是說讓他交保 他說因為呢 這個金華城的圖利的金額 高達200億 所以呢我如果即便是給你聚保的話 都不足以去符合這個公共利益 好意思說我聚保我多少錢呢 500萬 1000萬 可是問題是 你這個圖利的行為呢 他的利益是高達200億 所以大致今天法官為什麼說 要激壓他 就是這幾個理由 但是最後呢 因為我們今天的節目 應該會討論到很多 我覺得第一個 這也事實上宣告了 這個柯文哲 從此以後在非常 這段時間裡面不是短時間 他會真的完全的 要面對這個司法的追訴 我直接說 即便柯文哲他去抗告 他抗告之後 我告訴你 檢察官一定還是會要激壓他 現在講話就是非壓你不可 現在就看起來就是非壓你不可 第二個 不管他未來會不會在聚保啦 或者是家庭他抗告成功等等之類 看起來檢察官一定會起訴他 所以他這個司法的案件 對他來講已經是如影隨形了 就是說這次就算是交保 或是就算是無保請回 檢察官也會至少用圖利 甚至加行賄罪來起訴他 這是無庸置疑的 這個法官叫呂正業 他特別講 明知增加容積率 違法仍之以為之 很重要 因為你圖利還有一個 你圖利是 你要知道你是違背法令 不法 違背法令 所以柯文哲可以說 我圖審清經歷 我並沒有違法 但是今天法官我認為說 你是知道違法 因為你的副市長 你的什麼局處長都已經跟你講 這是不行的 這是不行的 但你明明知道你還要做 所以這非常重要 所以他這個違法 人明知違法 還直以為之 當然現在洪宥剛說他可以抗告 會不會抗告 不知道 律師表示好像是一部要抗告 但是不是一定要抗告 不知道 未來整個一審 二審 三審 這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 一審起碼搞個兩 三年 三審下來 沒有五 六年 七 八年 不可能結案 來 鄉文文怎麼看 政治的部分我們先不談 但是從這個變化 在沒有新的卷證的情況下面 按照原有的卷證 在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裡面 兩個法官做出完全相反的 就積壓權完全相反的裁定 這在台灣的司法上面來講 是一個必須要好好嚴肅對待 同時一定會去討論的問題 就是同樣的理由 前上個禮拜的時候是無保請回 而這個禮拜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積壓境界 第二個就是說圖利罪 因為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沒有金流 所以就一般在國際社會當中 對於公務人員或者說政治人物 在執行權利的時候的 所謂的受惠的那個惠的概念 因為沒有錢 在許多國家 民主國家在討論這些問題 沒有錢的時候會犯貪污罪 是很奇怪的事 這個是我們的貪污治罪條例裡面 有關於圖利罪用得非常的寬鬆 而且會讓人家非常害怕的原因 固然檢察官提到就是說 許多給柯文哲的公文上面 都有在提醒柯文哲說有圖利之嫌 有圖利之餘 可是那個之嫌跟之餘的時候 他到底在暗示什麼 就是說你知道我看過一些公務員 我也跟一些官員訪談過 在過去我在經濟部跑新聞的時候 就有部長曾經跟我講過說 那個公文真的很麻煩 就是幾乎只要是跟這些企業界 有關的一些的案子 公務員底下送上來的幾乎都會 上面告訴你說有圖利之嫌 圖利之嫌是公務員上公文 到老闆那邊的時候 經常會加上的條條子 那個是一個自保的動作 你都不知道圖利之嫌這個是 在公務員內部的決策體系裡面 其實他會被用得非常的腐爛 他變成是公務員很害怕的時候 都會附上個條子 好像我就沒有事了 你長官你自己要負責 那個是公務員跟長官 在一個事情的重大裁決 大家都有責任在鬥法過程中 常常用的語言 好吧 但沒有金流 沒有金流就算是涉及到圖利罪 剛主持人提到 圖利罪其實它有一個潛在的前提 就是說是不法 就是如果是法沒有異議 那其實沒有什麼圖利的問題 但是就算是圖利 它還是有個很大的 行政材料的空間 我們不是在張柯文那邊 我們現在純粹就一個法律 就著羈押這件事情來講 請問你如果只涉及到圖利罪 需要羈押禁見嗎 就是這種押人 他更像是在過去我們不斷的質疑 台灣現在羈押本來應該是很謹慎的事 就是避免這種押人取共 以及屬於這種檢察官的英雄主義 動不動就羈押禁見 好 當然這件事情 被最後感覺上面是一件面子之爭 可是沒有金流 而且是圖利的罪名 同時這件事情本來就有一些的爭議性 同時相關的人 主要實際上可能會給錢的 可能會送錢的 以及真正在都委會做決定 都已經押了 為什麼還需要押柯文哲 交保不可以嗎 這件事情他會留下討論 光是就整個的裁定的過程當中 就讓人家覺得台灣的是司法問題重重 好吧 到底柯文哲 應不應該押 那麼還是應該像一審一樣 就無罪請回或是交保 中保 到底該怎樣 為什麼今天這個法官就羈押禁見 而且他的這個裁定書寫的斬釘截鐵說他 明知增加容積率是違法 仍值以為之 講得非常重 好 接下來回來 好 那麼柯文哲今天被羈押禁見 他三個律師也都是非常的資深 那包括鄭申源 陸正義 甚至有的當過法官 當過檢察官 當特徵組的檢察官 那這個不但當過法官 也當過檢察官 蕭逸鴻 陸正義 鄭申源三個 那北檢也是他這個很資深的檢察官 那變成天下第一組 江申豫 林俊妍 郭建玉 所以說三個律師對三個檢察官 那這次柯文哲在開羈押禁的時候 沒有上手銬 不過帶到看守所的時候是上了手銬 另外為了保障柯文哲的防禦權 所以檢察官新問的這個鄧秀沛跟彭振生的證持 就不能審 就是我們只能原來你的講法來審 不能增加一個新的證持 本來大家認為這是對柯文哲 是給他一些防禦權的保護了 好吧 還是回到柯文哲今天 取消了五保請回 變成羈押禁見 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化 大家看法怎麼樣 來 我們請教前民眾黨的秘書長 謝麗公 來講講 好 我想圖利罪 我先講一個實務的見解 我問過圖利罪三審有罪定驗 大概四成左右 換言之 真的在偵辦貪污案件 如果能夠找到刑受會紀錄的話 有查到金流 那個才是最優先處理的 無論是第四條是違背職務 或第五條不違背職務 可是今天看了這麼久 你就是沒有查到金流 所以現在大家都會質疑 包括剛剛香榮也講 大家都講 你差沒有幾天 同樣都是法官 為什麼這個結果差這麼多 我本來以為說 是不是後來的人證把它咬死了 可是後來發覺 就是因為這女法官 曾經被監察院彈劾過 所以她上次被彈劾的理由 就是有包括 為著留被告準備訴訟法定 由於期間 還有包括什麼剝奪被害人 陳述意見機會 所以我覺得她可能 記取了前次的教訓 所以這次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覺得 這個可能有利於柯文哲 因為他是說 不可以再拿出新市政了 換言之就是 上個禮拜的延長賽 因為你不可以拿出新東西 所以照理說 這個我本來還覺得 這樣可能還滿有利的 可是這個部分 呂法官最後 他那麼斬釘截鐵的這樣說 當然我們必須要尊重 司法他的權利 可是我們倒過來 我們也要來看 你前後差幾天 又拿不出新市政 當然我們知道 在積壓與否 其實是法官他有權利 而且他的證據 證明程度不用那麼高 他只要市民就可以了 可是 即便是還有客觀違法事實 就是假設後面那些 大家沒有爭議 可是主官的明知 你怎麼去證明 在沒有提出新市政 這樣前提之下 在這樣的做這樣處理 當然會讓很多人懷疑 特別是民眾黨支持者 還有很多科粉 其實今天大家群情激憤 我知道很多人本來想 中南部要搭遊覽車上來 而且也都租了那個地方 也借好了 可是據說黨中央教他們 先忍著 先不要有動作 可是如果司法是這樣子 我相信很多人 而且包括很多過去一些朋友 有受過等於司法不公對待的人 他們很生氣 說要不要搞一場大的 當然 以前我自己也在司法檢調 這些系統裡面 我們參與過很多 我還是覺得 如果你法官真的要壓人 我覺得要講出真的很明確 如果你今天查出金流 我跟你講大家都沒有意見 就是你沒有查金流 圖利定罪率又真的不高 在這種前提之下 如果你沒有新的市政 我覺得很難對外界來說明 好不好 現在 到底是圖利罪還是受惠罪 有什麼差別 圖利罪刑法131條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物 明知違背法令 直接監督圖利自己或其他 私人不法利益獲得利益 一年以上七年下去徒刑 這是刑法 但是貪污治罪條例就延了 貪污治罪條例因為特別法 用於普通法 一般是用貪污治罪條例來辦 有效率行為之一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為這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上 你可能一年兩年三年 這不行最低就是五年以上 這是貪污徒利 如果是受惠那就嚴重了 受惠罪貪污治罪條例 是無期徒刑十年以上去徒刑 所以這個檢察官為什麼現在 我看檢察官是徒利罪 你問我徒利罪 徒利罪事實上是很明確的 法官判不判是一回事 但是你是徒利了 沈金星200億 沈金星的確有這個利益 但是你到底有沒有違背法令 然後你是不是知道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受惠罪 檢察官一直想從受惠 什麼170萬 700萬 一直在上面 為什麼 因為這個比較嚴重 而且這個一旦真的受惠 不管你收多少錢 4700幾萬也好 170萬也好 700萬也好 17萬也好 那都是很多事 就是無期徒刑或室內上去徒刑 所以檢察官一想在這邊 但是這個還是要罪行法定 你還是要有證據 你要找到金流 金流在哪裡 這是他們就是說 將來柯文哲的律師跟檢察官 的鬥法一定在這個地方 來 民進黨怎麼看 今天這個結果出來 我想第一個在司法的部分 其實包含呂正業法官 他今天上午做了財事說 不去受理檢方所提出新事證 其實這已經是大家看到 對被告的一種防禦權 相當的確保了 再來大家剛剛可能討論到說 是不是法官一個人的見解 就整個改變了柯文哲的裁定 但其實也不只呂正業法官 因為我們知道在高院 發回耕裁的理由書裡面 高等法院也講了 高等法院認為被告 也就是柯文哲 有積極介入金華城的客觀情勢 所以這個是包含高等法院 到今天北院 都有這樣子的見解 當然大家可能會說 為什麼之前是吳寶請回 今天變激壓境界 但我想司法運作 本來有時候是如此 以民進黨我們自己前陣子 遇到的政文參案 其實他也是交保 交保 交保 抗告了三次 到後來被激壓進去 我想當時大家不會覺得說 司法一死 怎麼司法變來變去 不會 我們民進黨當時 也沒有人出來該說 怎麼變來變去 其實我想這就是尊重司法 大家標準一致 講回來柯文哲的案情 其實我今天看到的那個畫面 就柯文哲上這個球車 要一送到看守所 其實我心裡是有點唏噓了 因為柯文哲當時是怎麼樣起家 怎麼樣在政治上崛起 他很大當時一個招牌是打幣 他說郝龍斌有五大幣案 他要來去把他們一一的掃空掃空掃空 但是十年過去發現 柯文哲今天在台北市 他整個一手養大出來的精華沈案 這個嚴重程度 超越很多郝龍斌時期的案子 再來是說柯文哲這個案子 我認為其實本來 他的狀況就相當危險 為什麼 因為你從現在 總共開過三個庭 上個禮拜北院開過一次激壓庭 然後高院開了抗告庭 然後到今天再來 你在三次不同的成審法官中 看到的共同的狀況是說 不論是哪一個法官 大家都一致認為 金華沈就是一個弊案 即便是上個禮拜 讓柯文哲無保請回的 第一次的激壓庭 當時在彭正森的激壓理由 也直接 法官就直接講 彭正森或者是預設立場 或者是違反議事規則 或者是刻意無視都審委員的 反對意見 所以包含上禮拜法官已經直指 這個案子裡就是有 這是有舞弊的問題 你是行政主管單位 你怎麼會刻意的 去扭曲這個結論 到高等法院認為 柯文哲有客觀介入情勢 到今天這個呂正業法官 講得更直接 他認為是柯文哲 明知超過560的容積 是違背法令人執意為之 他說窘然若接 就非常清楚 所以柯文哲過去這幾天 所謂的不知道這種抗辯 基本上是完全不被法官采信 我認為這也很符合一路以來 包含台北市議會 跨黨派組成調查小組 所揭露的市政 基本上我們看到都這樣 因為從在這過程中 台北市政府公務員 不是沒有一直提醒柯文哲 從法務局上簽提醒你說 這樣子可能會有圖利的問題 到這一個 當時的都市計畫要做公展 也是柯文哲自己蓋的章 關鍵的違法 20%的容積獎勵 柯文哲蓋章蓋下去 所以當然這一切過程 我們一再看到有不同的證據 顯示出來說柯文哲是知情的 最後剛剛來賓大家有談到說 圖利罪是不是有點變動的問題 但我想這個案子非常特別 也是為什麼今天柯文哲 會遭到法官擠壓 在於他的一個市政 以圖利這樣的樣態來講 非常的明確 首先這就是我們一再講的 金華城根本沒有都市更新的資格 他根本不到30年 他完全不是都市更新的案件 卻可以適用都市更新的容積獎勵 其實也就講白了 過去8年全台北市 你是找不到任何第二個案子 跟金華城一樣的 所以這個在違背法令這件事情上 是非常的昭然若階 也經過到現在開了30型 不同省級的法院 所有人都認證這個案子 有行賄嫌疑重大的人 有違背法令的公務員 所以唯一一件差別就是法院 法官最後認為柯文哲你是知情的 所以我最後還是講回來了 其實在這整個金華城的案子 我們討論這麼久 我要講這真的 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失能 因為我們看到包含官員 公務員一再的上簽提醒你 前都發局長林中明 這幾天也出來講 他當時很明確 直接跟柯文哲報告郵費違法問題 到都發局組成的專案小組 到都發局召開的都審委員會的大會 裡面很多的委員 包含宋政麥 包含曾光宗 大家一再的講出你這樣是違法 但是最後上面行政力量下來硬幹 所以柯文哲今天才會落得這個 土利甚至是收賄嫌疑重大的狀況 我們常常講說個性決定命運 我在看這個事情可能有兩種 一種是柯文哲明明知道土利小省 我就是給他 這是一種 一種是下面的人再怎麼講 柯文哲說我沒有土利 本來我就該這樣做 你下面的人這意見不成意見 我柯文哲我多麼厲害 我多麼會判斷 我就很堅持也有可能不知道 反正到時候他沒有到法庭上去辯 不過我還再講一次 從這個案子你就看出來 郝龍斌他多麼堅持他的原則 壓力多大392就是392 多一點都不可以給你 本來我認為這個節目 最適合來上節目就是郝龍斌 沒錯 我打電話給他 他說我這時候如果上節目 好像有點落井下石不好 他真的很厚道一個人 柯文哲當然怎麼罵他的 五大必案好龍斌跟蠻酒 不是笨就是壞 一個是笨 一個是壞 講得多刻薄 但是今天好龍斌真的想厚道 他說這個時候我不願意落井下石 我不願意評論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不好 今天法官列出三大重點 法官偏向公共利益的維護 就是我給你文件小省 那麼高的容積率 就影響這種公共利益了 因為本來你可能只能蓋10層 你現在蓋20層 你可能有影響日照 影響景觀 因為你住的人多 可以影響附近的交通 所以法官講了三大重點 所以認為柯文哲 不能用錢來交保就算了 所以拒絕給他交保 不過原來就算交保 柯文哲那邊是不是願意交保 也不一定 搞不好我就是不要 看你保護怎麼樣 另外律師出來一路沉默 記者問他你要不要抗告 他沒有明確表達 他只是好像感覺上是要抗告 我想這個可能還是跟當事人來商量 柴文怎麼看今天法官的裁定 這個律師他一走出來 他就說禁令了 三個字 所以很顯然他已經 在這個審判的過程當中 已經知道了結果 但我先說 因為台北市議員的立場 我認為金華城這件事情 柯文哲有沒有爭議 是絕對有爭議的 但是爭議到哪邊 一分證據說 一分話 他跟司法整個在調查 包含北檢的這個動作 從之前吳寶請回到現在收押 整個過程當中 我是認為非常的荒謬 而且的確這個瑕疵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其實我覺得民眾黨 一直都陷入一個非常樂觀的一個情緒 像今天的這個呂法官他說 這個要保護柯文哲的防禦權 所以不會採用心事證 民眾黨就認為說 這個法官好像很站在我這邊 其實我一直很想跟民眾黨講一句話 今天高院都已經發了這個聲明了 他都已經說柯文哲是積極介入了 請問今天採新市證還有什麼用嗎 因為他很顯然 高院都已經認定了 其實從前面的這一些市證 就認定柯文哲是有問題的 而且是有圖利問題的 所以今天我認為柯文哲收押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為什麼我說整個問題還是 瑕疵非常非常的多 其實就我所知 北檢居然是到前天還去議會調資料 就是跟這個調查小組有調一些資料 可是這不是北檢本來就應該要做的動作嗎 之前調子拉這麼高 然後結果被吳寶請回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密訓就訓了多少人 其實這些證據如果說 你是認為他有問題的 早就應該要準備好了 更何況早就北檢早就被大家認定說 你對於柯文哲針對性就是非常的高 一開始就很想要用受賄跟貪污來辦他 結果最後其實包含今天也就是圖利 因為沒有找到任何金流 也沒有任何對價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次北檢跟這一次北院的整個動作 只會讓台灣人民對於整個司法的信任度 再次的下探而已 而且我覺得對於整個公務人員的打擊 會非常非常的大 但我認為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的 這個關鍵證人 其實還是有發揮影響力 儘管他沒有心事證 其實包含像是林周銘 還有林青蓉等等 甚至據我所知道 這個檢察官還有密訓的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在這些人的公辭當中 其實都是對柯文哲非常非常不利的 像是林周銘就直接跟他說 柯文哲是絕對不會不知道的 而且已經多次跟他提醒過了 所以我認為這也會 這也會成為法官行政的一個 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就是第一次 柯文哲第一次開記憶庭的時候 葉欣元不是講嗎 他們一個群組有50個律師 他就問你們多少認為柯文哲會被擠壓 46個都認為會被擠壓 就是律師當時覺得說 在這個情況會被 結果柯文哲就被請回了 所以今天再次開庭 他就沒有把握了 怎麼樣都不知道 因為你不知道法院會怎麼樣 就像我講的 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不同的法官就有不同的看法 完全相反的看法 到一個禮拜 完全相反的看法 然後不同審級的法官 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社會上其實對某件事情 大家基本上是有個共識的 你法官不能離這個共識太遠 所以我法官說自己創造一個判例 就跟你們想法都不一樣 這個也不好 因為司法為什麼失去大家的信任 就是說經常會覺得說 怎麼這樣判 怎麼那樣判 我不是光指這件事 很多事情其實都這樣 大家覺得這應該死刑 或其實怎麼輕重 大家覺得這好像也沒那麼嚴重 而且怎麼重判 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司法院 或是檢察官他們 是不是自己要檢討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 來 明顯你怎麼看這個案子 其實有幾個縣市首長 不好意思 藍營了 幾個縣市首長也有土力 包括新竹縣長楊文科 有涉及到土力 可是他是被交保 包括林芝廟也是交保 所以柯文哲這個 為什麼會被羈押成功 當然說陳審的法官 有沒有他的顏色 或沒有政治背景 或沒有政治動機 這一回事 可是我看今天的裁定 裡面講說是 用貪污治罪條例裡面的 土力罪犯罪嫌疑重大 危經小省的不法利益 所得200多億 200多億是什麼計算出來的 他用容積計算 如果是560 他等於是法官等於認定 560以上通通不法所得 等於560到840 通通不法所得 560容積的話 可以蓋樓地板面積是 27900坪 如果提高到840的話 可以蓋41800坪 等於多了13000坪 你13000坪的話 等於一坪賣200 就等於200多億 我認為法官應該是這樣算出來的 他沒有特別解釋 過去大概講說 原先 原先第一次在積壓庭的時候 大家認為說 20%的自創出來的容積 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50%是30%是容移 用買的 就容積轉移 另外20%是要容積獎勵 包括智慧程式 任性程式 還有包括移籍程式 20%是認為是違法的 可是這一次的法官裁定的話 等於是認定說 從560到800次通通違法 這是我至少我目前看起來 是推翻第三次的法官的見解 那在財庭書也提到 柯文哲說他在成審的時候 也避免受到重刑 暫時坦承部分事實 那所謂暫時坦承部分事實 坦承哪一個部分 柯文哲在上一次的家庭 污寶請回的時候 他都在講說 他尊重都委會的集體的決定 專業的決定 那他對於800次他是不知道的 會不會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他也沒有承認說 800次是他決定的還是怎麼樣 因為畢竟過去包括幾個 包括公展的部分 還有包括在都委會的審查 還有包括彭勝生的正職 都認為柯文哲有受益 所以800次 柯文哲不能撇得一乾二淨 他都不曉得 所以這個不合理 所以柯文哲在今天 在裡面的應訊的時候 勢必有講相關的證詞 最後我講是這樣 今天如果是積壓的話 兩個月我認為檢調是壓人取共 因為包括彭勝生 包括豬牙虎 包括印曉維都壓在裡面 第一個如果用土利的話 豬牙虎沒有 就是說土利的話 是本刑五年以上 當然是用政策土利 包括過去包括縣市首長 是要有沒有證明說 我政策上有沒有土利 第二個如果壓人取共 有涉及到金流 我兜過來 譬如說包括豬牙虎 包括印曉維 四千多萬我有流過去的話 這個我覺得會變成一個 更大的收受不法所得的部分 最後一個我也認同剛剛講 未來這個案子 當然柯文哲要佔司法 可是對公務機關審查 未來包括都更案 圍繞重建一定嚴格審查 甚至包括還有一個大的問題是 金華城怎麼辦 現在是要停工嗎 還是金華城繳帶金 還是未來要怎麼去處理 會不會變成大巨蛋2.0 這都很大的問題 所以戰官司是柯文哲的 自己要去戰官司 民眾黨當然也要去聲援 變成司法破壞 可是在公務機關 實際上執行的部分 衍生的一個問題會非常多 利公兄 你跟柯文哲 因為民眾黨前秘書長 你跟他已經在一起 共識滿久 為什麼他現在做這個不厲害 都是他之前的副市長 什麼都發局長 都是他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通常看到很多時候 很多人說維護長官 都是我 都是我 他現在不是 都是他 都是他 那這怎麼回事 老實說他就要檢討他做人 這個真的是很 其實很多情形真的 底下都有人幫他擋 因為其實只要有人 譬如說今天彭副市長 對 這是我決定的 因為他是醫生 他對這個不懂 我比較懂 不過現在彭震生也說他不懂 對不對 彭震生的土木系 怎麼不懂 土木叫懂 土木系懂 你要嚴格說起來 真的也是還有一些差距 不過剛才我們必須平心而論 因為柯文哲有時候 他都是滿致富的 他是覺得他判斷很多事情 應該是不會錯 可能底下相對 那我再開一個玩笑 你改天你找蔡壁如來上節目好了 有人說這個事情 如果蔡壁如在 蔡壁如會不會當下來 真的有人開玩笑這樣講 我姑且不說這答案是什麼 其實有的時候 你自己的核心的團隊 第一個 當然剛才前面講是開玩笑 我說真正重要是 你的核心團隊 有沒有危機處理的能力 有沒有法律的專業 各種不同的公文 你總是要有人看過 你不可能說這個我懂 那個我不懂 你只有看你懂的公文嗎 市政沒有任何一個人 做市長做總統 他什麼都懂的 說實在沒有這種人 所以你當然就是你應該真的會 你要找人來幫你 其實都有 一定有核稿秘書 除了各局處以外 到了市長是都有 我想各個行政機關也都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這次 我想他自己應該也會好好反省 不過我必須平心而論 我覺得這次法官 我還是覺得他的這個 讓人家覺得有所質疑 因為為什麼 最重要的就是 你兩次的東西 你就說新的市政不能拿出來 那不就是你們是看一樣的東西嗎 雖然現在又傳出來誰 彭正生可能要做污點證人了 誰 朱雅虎可能又問到什麼了 李文中雖然沒有把他羈押 又聽到什麼 就是好像在放很多風聲 那種風聲的意思是說 法官一定可以押 我覺得如果辦案是靠這樣子 一直在洩漏一些 然後在心理上面 讓全民就把他定罪 我覺得那很可怕 以後每個人都會碰到這種情形 這點是很可惡的 我們一再強調不應該這樣 檢察官每次傳人就跟他講說 出去不要講 偵察不公開 第二天每一天都有了 而且會聲會影 幾分針 幾分假 消息哪裡來的 對不對 我當時也沒講 那一定是他們講的 他又說不是他們講的 所以我就講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地檢署去追溯過任何一個人嗎 去告另外一個人嗎 我就告這個媒體 所以你給我亂講捏造 害我的名譽受損 從來也沒有 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根本搞在一起 他就故意放消息出來 然後製造一個社會的氣氛 然後把你打成一個壞人 我的起訴是對的 真的是不需要這樣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 柯文哲因為被受壓了 民眾黨發表五點聲明 然後開罵 司法不公 說單憑揣測就入人於罪 他有五點 有五點聲明 另外柯文哲今天北檢用一人鑽車 直接把他送到台北看守所 警察是全程介護 在這時候他戴了手銬 戴了手銬 規定大概就要戴手銬了 另外一些小草是不接受事實 所以很悲傷的喊說 主席加油 主席加油 柯文哲他預錄了一段影片 雖然不長16秒 所以他可能事先也許就知道了 會有這樣的結果 我們看一下 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我的狀況 不好意思 讓大家擔心 其實你們照顧好自己 就是對我最好的幫忙 請大家認真過每一天 快樂過每一天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讓我們繼續努力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繼續努力 像呢 剛剛吳徵把柯文哲的例子 跟鄭文燦做類比 鄭文燦是一開始就有金流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就鄭文燦可不是土力 如果是土力最後羈押 我也會為鄭文燦會包不平 可是鄭文燦是一開始 就有親主人出來咬 就是送錢的人都已經出來了 都自證有罪了 然後去咬鄭文燦 好 因此鄭文燦一開始 就只是大家認為連交保都不合理 就算是有保釋金交保都不合理 經過了幾次的跟財之後 才羈押境界 而那個羈押境界之後 也很快這個案子47天走完 好 但是柯文哲的這個案子 柯文哲這個案子就是說 我認為今天即使是小草 他們可能搞不清楚這個情況 因為這個案子其實真的很複雜 經歷了從陳水扁 甚至於從黃大洲時代的 都市計畫開始 他一路上面 其實對每一個市政府 碰到金華鎮這個案子之後 都很困擾 他從宮山變桑山 然後要不要捐帝 捐帝了之後那個容積 甚至於連監察院都表態過 所以市政府不斷的會在裁量權 以及是不是有一些補償的可能性 到底要適用怎麼樣的法令 到底是一個一般的都 是計畫的還是一個都更的案子 就在這些的所有的法令的解釋當中來講 你看到公務員受困其中 每一個市政府 郝龍斌雖然很謹慎 好吧 之前的陳水扁 曾經一度做了一些表 談說你捐帝 好吧 用捐帝的方式 用限制你建幣率的方式 其實在現代都會的發展過程當中 他們說我認為這幾任的 台北市政府的考量 我都不會覺得錯 除非你有逮到金流 所以當這個案子最後沒有金流的時候 就是最少到柯文哲沒有金流 金流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所懷疑 只在審慶金跟映小微之間 甚至都沒有離開映小微 今天即使是彭政生也是圖利罪 就算彭政生也是圖利罪 這兩天的時間如果會影響到大家 對於柯文哲在圖利罪上認定的新政比較多 我認為反而是林周明的態度 就是林周明講話說 我都已經像是做著PowerPoint一樣了 都已經清楚了 而且都提醒林周明終究在柯文哲的市長任內 是負責度 是計劃的 林周明的講話會影響新政了 可是他終究是圖利罪 我說圖利罪沒有金流 需要羈押禁建嗎 而相關的幾個人都已經羈押了 還需要去羈押柯文哲嗎 交保不可以嗎 我說如果你今天的重金交保 或者你限制他其他的就是說 如果你擔心有所謂的篡政 你給他多一點限制 我覺得都合理 有需要用這種的方式去激押一個 在野黨的黨主席 或者激押一個前任的台北市長嗎 柯文哲不是省 但是我們終究要認識到就是說 我們的圖利罪 即使在地球上面不是絕無僅有 不要說泰國也有 義大利也有 法國也有類似 但是我告訴你其實 你仔細看他們的圖利罪 以及他們在釋法性上面來講 跟台灣都不一樣 台灣的圖利罪 在所有涉及到公務員的一些的 一些的罪行討論的時候 圖利罪出現的頻率之高 這跟其他國家非常不同 所以我們在面對圖利罪 本來就應該有不同的態度 你看到法務部其實8月份的時候 都還在自己的網站上面 不斷的在修正 有關於圖利罪的一些的描述 不斷的在提醒公務員 也在做一些司法教育 他就表示圖利罪 即使在這個案件 正在審理的時候 大家都無法形成一個共識 什麼叫圖利罪 都是很模糊的講 要涉及到不法 要有明確的圖利 如何如何依然你是知情 而且圖利 而且不法 這些做文字上面的描述 大家都會 雖然今天跟柯文哲的這個案子 bond在一起了之後 在解釋這件事情的時候 好像都在為柯文哲 在做辯護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覺得今天 不管是在裁定積壓的 這件事情上面 或者是在圖利罪的認定 這件事情上面 或者是光是就一個都市發展的 一個比較宏觀的考量上面 以及你回頭去看過去20多年 從1991年的那個地方的都市 台北市東區的那個地方的都記 從唐榕鐵工廠的一個 公山變桑山之後 扯了二 三十年了還沒有扯完 最後竟然是一個市長的 被擠壓境界 台灣的都市計畫 如果不能夠在這件事情當中 徹底的檢討會影響到台灣 你不覺得台灣都會區的都市樣貌 其實很有問題嗎 其實跟我們對於這些都記 融機 建幣的一些綁手綁腳 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假定就算他有土地罪 也不至於要激壓境界的意思 本來就是說就沒有必要 很況我說相關的當事人 跟他幾個不管是有錢的 或者是有權責 都已經壓了有必要嗎 好不好 黃國昌說 賴清德不會收手 說柯文哲是被國家機器 政治追殺 來 吳征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今天北院做柯文哲 積壓境界這個決定 主要北院聲稱最主要理由 是要防範他串供 坦白說柯文哲的案情 他到底需不需要到積壓 還是說他重金交保就可以 我想這個是法院的判斷 我們就是尊重了 我覺得我還是覺得說 其實不需要去特別為這個事情 質疑司法的公正性 因為法官確實有時候意見不同 但是包含上個禮拜 法院做無保請回的時候 當時也很多人很嚇一跳 但是我想今天民眾黨 也不會去質疑說 為什麼上個禮拜的法官見解不同 是不是他比較有問題 我想也不至於這個樣子 所以講回來 這個柯文哲的狀況 民眾黨現在當然預期了 他們還是會做一些政治上的對抗 包含說去指控說 這個是司法迫害 可能包含 因為他們之前已經號召小草 去包圍北檢 我不知道是不是接下來 要號召小草們去包圍 可能看守所 但我想這樣也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這其實 從金華城案情本身來講 其實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金華城得到這麼優渥的 20%額外的容積獎勵 有沒有任何一個 其他案子可以適用 是不是以後 大家也可以比照適用 在不修法的前提下 如果沒有人可以得到 像金華城一樣 那麼優渥的條件 很明顯這個違背法令 從監察院到目前幾個 承審法院 大家一樣的見解 民眾黨一直告訴我們的 都是說 他們這個黨的核心價值 看起來是查幣優先 包含說之前 他們在立法院裡面說 要推國會調查權 也覺得說 查幣是我們核心職能 一定要全力查幣 那就很奇怪 今天為什麼到這個弊案 是發生在柯文哲當市長的 台北市政府時期 民眾黨就採取一個 迥然不同的態度 就變成說司法不公 就變成說我要對抗司法 因為過去這幾天 我覺得一個很荒謬的事情是 我沒有看到民眾黨的黨公子 或是立委 或是大家上節目 出來幫彭正生講話 沒有人在幫彭正生辯護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這就是一個弊案 大概我看看民眾黨也沒有在挑戰 這個事情的違法性 或說彭正生 他其實根本從道理清白的 這件事情 totally合法 我們也沒有看到民眾黨這樣主張 所以這個案子就是一個貪腐案件 它就是一個弊案 唯一的差別只在於說 到底最高責任是上到彭正生 還是上到柯文哲 我們把人民都遮掉 今天這個案件發生在 全台灣任何一個縣市 有一個廠商 因為政府的不法行為 得利 不法利益200億以上 一定是出來面對 一定是道歉 一定檢討 柯文哲現在說他得到的待遇 基本上只有在政治責任 跟司法責任 這兩端之間去移動而已 就這件事情無論如何 是一個不法 是一個弊案 怎麼會民眾黨這件事情 完全不認 你認為這個是一個不法 是一個弊案 還是要黃國昌是政治嘴詐 這個案子 我不能說他不是弊案 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包含柯文哲 我現在不是說他也承認部分的施政 因為他自己也說 這個是一個違法的事情 只是他並不知道 而且這是由杜發 杜委會所最後決定的 但是這整個的程序 它有沒有瑕疵 那麼在整個的司法上 你是不是沒有 讓人家覺得有挑剔的地方 我完全能夠理解 就是說現在民眾黨的支持者 跟小草一定覺得悲憤莫名 因為他現在是整個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跟鄭文燦來比較起來 鄭文燦第一時間 他是500萬交保 當然那個交保金是滿高的 鄭文燦是確定有金流 而且是被掛線監聽 確定他有收現金 那麼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就是說他沒有金流 所以現在民眾黨他可能最有力的論述就是 他沒有金流 你沒有找到他收錢的證據 所以他不是貪污 你這個時候用一個 直接是收押境界 沒有用交保的方式 剛才在講說圖利罪 就是貪污治罪條例 我們剛剛一直講得很清楚 它有一個部分是 你如果有收錢就是要貪污 你沒有收錢 我沒有辦法找你收錢 但你仍然是圖利 圖利罪我們遠一點 記不記得大巨蛋 李樹德還在辦 而且李樹德是被救星9年 那個很重 官司還在打 還在打 沒有結束9年 李樹德有收錢嗎 李樹德沒有收錢 就是說你也沒有辦法證實他收錢 他仍然在辦 好 那進的一個有楊文科 還有林茲廟 楊文科有沒有被收押 沒有 他讓他 我看 他是50萬交保 然後高宏安 後來高宏安不是7年4個月嗎 高宏安是60萬交保 所以其實法官都會狠著 你如果去羈押一個縣市長 他後續的一些效應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法官是 也沒有讓他要交保的意思 當然有人說 柯文哲他們已經內部有商量 我也不要交保 反正我今天你如果 讓我什麼要聚保 我就讓你關進去 但是無論如何 現在法官是直接 要讓他收押禁見 所以他沒有說 要讓他交保的意思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對待 我今天把楊文科 林茲廟還有高宏安 跟鄭文燦全部拿出來 那麼直接的讓他收押禁見 我認為 但民眾黨的支持者 一定會覺得 今天為什麼要用這麼重的方式 所以當然很多人就講說 這是不是押人取共 這是其一 那第二個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司法機關檢調 有沒有透過用放話的方式 想要意圖來帶風向 或意圖影響案情 甚至意圖影響法官的新政 有沒有 當然有 我直接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比如說連搜索 都是媒體先放出來的 然後包含什麼用ATM存錢 還有他出國 陳佩奇要帶著兒子出國等等 就代表說 你們要逃跑之餘 還有什麼不明金流等等 請問一下 這個過程裡面 真的有司法不公開嗎 所以如果今天還有講說 所謂的偵查不公開 這叫做笑話一則 另外很重要的 所有的媒體 我們今天就看到其他媒體 這一次非常特殊 很多的政論節目都會講說 未經判決因為無罪推定 而且這字體越來越大 有沒有 因為大家可能受不了了 今天你去打開其他的媒體 這一個多月來 這些大把官們 幾乎已經定了柯文哲的罪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說沒有司法的操作 真的大家不會相信 好吧 柯文哲今天被羈押近見 會不會抗告 然後將來對民眾黨 或是對柯文哲有什麼影響 對台灣的政壇有什麼影響 休息一下再會